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5周年特别节目 奋进强国路 获布新征程 共和国巡礼 央视新闻频道 央广中国之声 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新闻微博 同步并基直播 今天我们走进重庆 重庆地处我国西南腹地 是全国辖区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 也是最年轻的直辖市 这里是红颜精神的发源地 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 重庆处在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的连结点上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 西部陆海新通道等 国家战略叠加 让这座城市 在国家区域发展 和对外开放格局中 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三次亲临重庆考察指导 提出坚持两点定位 实现两地两高目标 发挥三个作用 和推动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等重要指示要求 今年四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 赋予重庆奋力打造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重要战略支点 内陆开放综合枢纽的新使命 为做好重庆工作 注入了强大动力 指明了前进方向 蜀道难 难于上青天 地处西部的重庆 地理环境特殊 大山大河众多 说起重庆的交通 当年享誉全国 极具代表性的成余铁路 也是让重庆老百姓 最骄傲的一条铁路 因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初 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 不畏艰险 克服困难 自主设计建设的 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七十多年之后的今天 成余间的铁路建设 还在不断地提速发展 那接下来 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李鸿苗 走进成余铁路 看一看成余两地 铁路建设的发展新貌 这里是新中国 第一条自主设计建成的铁路 成余铁路的中道站 重庆站 当地人习惯地称它为 菜园坝火车站 它于1952年建成投用 这个陪伴了重庆人 七十年的车站 随着重庆北站 重庆西站 沙坪巴站的相继投用 这里在两年前 是暂时告别了铁路舞台 未来这里将迎来 改阔建工程 这座重庆人记忆当中的车站 将焕发新生 回首往昔 地处西南的川瑜地区 重山峻岭环绕 交通极为不便 1950年6月 在中共西南局的领导下 成余铁路开始修建 当年年近17岁的孙怡孙 参与了成余铁路修建的全过程 老百姓听说 共产来了 一艘成余铁路 那是春庆激动 多数年的盼望 一下就点燃了 当时有3万部队 10万民工 他们都是按照部队的方式 早上准好一锤 填布料切吃饭 然后就搭着火把上工 1952年7月1号 全长505公里的成余铁路 全线贯通 并正式开行列车 从此 巴鱼大地结束了 没有铁路的历史 穿越人民的铁路梦 变为现实 2015年12月26号 成余高铁开通 新建的成余高铁 以高桥长岁结弯取直 正线比成余铁路 缩短了196公里 70多年里 成余之间的铁路 迎来快速发展 现在每一天 有18.6万人次 通过成余动车高铁流动 成余中线高铁 预计2027年通车 部分区段 在设计时速 350公里的基础上 还有进一步提速空间 建成通车后 成都到重庆 一小时内就可到达 2022年11月28号 作为成余地区 双城经济圈 标志性工程的 成余中线高铁 正式开工建设 在全线控制性工程 玄天湖大桥的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在加紧施工 目前正在进行的是 桥梁上部结构施工 玄天湖是这个天鹅的栖息地 对环境保护要求非常高 为了尽量最大程度的减少 环境保护的影响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 还用了双臂钢尾燕 用于水中施工 我们这个桥的装机 深度在水面以下 42米 相当于10多层炉 截至目前 成余中线高铁重庆段 共14座隧道 已贯通3座 累计开挖16公里 桥梁49.5座 完成工程量60% 在新中国成立 7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 重庆在铁路建设方面 持续发力 向东 按期建成 余下高铁重前段 全力打造高标准 沿江高铁通道 向西 积极推进成余中线 成大万高铁建设 向南 加快渔坤高铁建设 进一步拓展川渝地区 与南方各地的交流与合作 向北 全力推进西渝高铁建设 打通对接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国际大通道 重庆东站 作为重庆市高铁米字网的 重要节点 目前正在进行 内部的装饰装修工作 预计在2025年 可以投入实用 这些铁路交通枢纽工程的 稳步推进 将助力重庆 加快内陆开放 也必将为成余地区的发展 贡献坚实力量 如今 重庆高铁通车运营里程 已经突破了1000公里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已经超过了4200公里 成余地区 双城经济圈 与西部陆海新通道 重庆主枢纽建设 加快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 迎来新机遇 交通的发展 带动了产业的兴旺 一种适用于山地的 小型微耕机 就因此迎来了大的发展 如今 有超过一半的重庆造微耕机 通过陆海新通道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让重庆成了名副其实的 微耕机之都 那下面就随着我们的镜头 去看看山城微耕机 如何通过大通道 走上国际大舞台 大家好 我是一台山地水道收割机 最近这是重庆高山水道 收获的黄金时间 我一操作效率高 很受农户的喜爱 这个机器的话 很适合我们 沾上这种不规则的 这种田地 田的老方法收割的话 大概要一两个小时 用这个机器的话 半个小时就能把 这块田全部收完 我家住在重庆市江津区 是知名的专精特性挂牌家庭 家族内部成员众多 在微耕机领域颇有名气 随着重庆高水平 建墙西部鲁海新通道 主枢纽 越来越多的客商和海外友人 祖团来我家参观取经 我是长期生活在老沫的中国人 因为老沫也是一个農業国家 而且它的低型 很适合这种小型的農業机械 这种需求是很大的 大通道建设的日新月异 为我家开拓海外市场 提供了坚实保障 2017年 西部鲁海新通道开通运营 让我家从一个 不靠海部沿边的内陆城市 瞬间成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如今 家门口两大年运能力 2000万吨级的物流收纽 过黄港和小南亚铁路物流中心 相继坚承投用 并与公路航空等 构成国际立体多市联运体系 以重庆为中心 曾经的天涯海角 已实现了极客送达 车轮滚滚向前 激活了经贸合作的通道脉搏 现在 我们的泰国新工厂 正在紧锣密鼓的纠线中 在印尼 斯里兰卡 我们也正成为 越来越多客户手中的香波果 推荐给农户使用 陆海新通道 让中国与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 也为中国的企业布局 东南亚创造了条件 共同加快产能合作 产业互布 对此我非常期待 如今 西部鲁海新通道 已开通中老半列 中老太马国际连运半列等 十余条通道 辐射范围覆盖全球123个国家地区 514个港口 内陆重庆 已经成为我国向西向南的开放前沿 三千年江州城 八百年重庆府 从新中国成立 到1997年被列为直辖市 再到西部大开发 成余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重庆这座长江上游中心城市 不断迎来新的发展 奋级扬帆力前行 重庆人的不懈努力 让这座城市日新月异 绽放华彩 下面通过一条短片 一起来见证山城重庆的变迁 主持人的不懈努力 共和兽城市 評众手 练习道路 社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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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不远处的我在重庆大屏幕打卡合影 人流扎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因此 这座天桥经常会限流 影响着出行 为了改善出行状况 提升消费品质 同时助力重庆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发展 官桥商圈的扩容体制建设刻不容缓 那么扩容体制又该怎么扩呢 未来这里将建设一条连通主要商业体的空中连囊 计划将八个购物中心串联起来 在缓解人型压力的同时 还能将商圈内的特色消费场景打通 现在通过穿越级的视野 我们就先去看一看 都能打卡哪些特色消费场景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商场内 亚洲最大的室内单体海洋馆 观赏区域直径达15米 高8米 可容纳1500吨海水 此外 你还可以在商圈坐上城市缆车 体验重庆 坐坐城市爬坡上坎的生活方式 逛累了还可以在官桥美食街 品尝重庆的油茶 山城小汤圆等特色美食 感受地道的重庆味道 除了向上要空间 扩容建设也在向地下空间延伸 我所占位置的下方 两条隧道正在建设中 建成后将实现人流车流 在商圈的快进快出 缓解地面交通压力 而我身后正在进行主体施工作业的 这座单体建筑 也是重庆引进的首个百亿级高端商业综合体 建成后 它将通过空中连郎 与一右的商业体连通起来 未来官桥商圈的核心面积 将从1.5平方公里增加至3.6平方公里 通过一系列的升级改造措施 也让这个老商圈从本土化走向了国际化 怎么样 是不是也充满期待呢 我在这里欢迎大家一起来重庆逛逛 实地感受三层立体化国际化的发展 从历史中走来的重庆制造业 一直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重庆的制造业可以说门类齐全 实力雄厚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智能化数字化赋能 重庆制造焕发勃勃生机 如今重庆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和先进材料产业 迈入全国前列 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 落子有力 加快布局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赵聪聪 一同去了解重庆制造业的华丽转身 工业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之声 纵观历史严格 重庆走出了一条 争容壮阔的工业发展之路 汇旧了工业变迁的历史图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 重庆先以修筑成与铁路为抓手 带动工业经济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 重庆布局了冶金 机械 化工等基础产业 进一步完善了工业门类 改革开放以来 重庆工业则叠加商贸 金融 交通的发展 实现了大踏步向前 说到重庆的工业 大家对摩托车并不陌生 我现在所在的这家摩托车生产企业 就始创于20世纪80年代 如今它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 而转型会变 下面我们一起来走进 我身旁的这条生产线 来看看新技术 究竟如何赋能老工业 生产线旁的大屏幕 连接着的是一个信息化系统 需要装配多少颗螺丝 用多大力度等工序操作 都来自系统指令 生产环节更加高效 精准 同时 智能化的生产线 不再需要对生产过程 进行人工记录 一旦参数出现错误 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工业互联网的应用 给传统产业插上新翅膀 这里也正是重庆工业转型的 一个鲜明缩影 在我身后的是一台 三万吨磨断亚机 不少火箭飞船的外衣和骨架 就是由它锻造而来 早在1977年 这台机器就成功生产出 飞机大型铝合金框架 开启了我国航空航天磨断舰 向大型化发展的道路 今年3月 机器的升级改造项目顺利完成 设备精度大幅提升 生产效能显著提高 换人一新的国宝级设备 也将为重庆三大万一级 主导产业集群之一 先进材料的快速发展 提供更坚实基础 更有力之声 我现在是在重庆 组成唯一的通用机场 这里占地面积500多亩 每年从这儿腾空起飞的飞机 近1万架次 这座机场不仅能够让市民游客 感受低空飞行的乐趣 也能为通航企业提供短途运输 飞行培训的场地 以场景应用为牵引 搭建起低空经济服务平台 重庆也是在这里踏上空天信息产业 这一发展新制生产力的重要赛道 从日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到生产新进材料的国之重器 从大家熟知的传统工业 到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 如今的重庆 后制工业底蕴的同时 也在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重庆迈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步伐 作为制造业名城 重庆不断向心而行 今天的重庆 已经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 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自然是它的汽车产业 今年1至8月 重庆汽车产量154万辆 时隔8年重返全国第一的位置 同比增长11% 那这背后究竟有何强大推动力呢 量的增长离不开质的保障 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 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 共同去探寻新能源车 在下线之前 都要经过哪些硬核的质量考验 总台记者邓丽娟 现在就在现场 马上来联系她 丽娟您好 请带来您的介绍 好的 张涛 我现在就是在汽车的碰撞实验室 而这里呢也是企业研发的心脏 每年啊都会有近千台的汽车诊车 送到这里来进行诊车的碰撞实验 以此呢来检验他们的标准 是否符合国家的质量安全 那说起新能源汽车呢 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莫过于它的安全性能 其实现在呢 新能源汽车的推陈出新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官员安全和质量的实验 是一次都不能少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现场呢 也会为大家带来一场 新能源汽车的正面碰撞实验 我们在现场呢 也将实时地记录它的安全表现 而我们也是首次啊 在安全可控的范围内 用电视给大家带来 汽车碰撞的实验 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 企业的新能源汽车技术负责人 邓程浩 请他来跟我们一起揭秘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好的 我们现在看到呢 现场是已经准备完毕 实验即将开始 那么这辆车到底它的表现如何 我们一起来等待 好的 这是模拟一个在城市道路行驶的速度 正面撞下一块钢制的挡墙 确认安全以后呢 工作人员还将上前去采集实验数据 那我们也可以走进去观察一下 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 它的安全实验啊 从我们一个外行人的角度 看不出什么门道 但是呢请我们的专家邓公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辆新能源汽车 它将看哪些安全指数 好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实验呢 其实是我们这一台智能电动汽车的安全气囊点爆的一个标定实验 大家知道我们车辆在实际环境当中 我们的安全气囊是否点爆 其实受我们的碰撞的角度 位置和相对的速度影响 我们一定是要点爆的时候 必须点爆 不能点标的时候 千万不能点爆 那么今天这个实验我们能够看到啊 这个实验 我们的安全气囊成功进行了点爆 同时我们这个车辆的双闪开启 能够提醒周围的车辆来注意安全 同时我们的整个隐藏式门把手 成功的弹开 整个实验过程应该是非常成功的 好的 那除了这个汽车碰撞实验呢 在这个实验室还针对大家非常关注的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安全问题 进行了上百项的实验 现在呢我们手上拿的这一块蓝色的长方体 它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里的一颗电芯 现在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较早前进行的电芯侵入测试 在这项实验当中 我们的实验人员呢 用三厘米直径的圆柱的头来挤压电芯 通过镜头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圆柱头侵入到电芯厚度一半以上的位置的时候 电芯内部其实就出现了严重的受损 出现了局部的短路 而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电芯受损后不出现明火 不出现燃爆 好的那其实除了用实验来保护车内的成员 其实从2009年开始 实验室呢也进行了行人保护的碰撞实验 是的大家现在看到这个画面里这个半圆形的这个物体 其实就是我们的头型实验的模块 这件实验就是要看汽车的吸能空间和结构设计啊 能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我们行人头部撞击到车辆时受到了损害 通过高清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辆汽车的引擎盖受到撞击后 发生了像果冻一样的变形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吸收撞击能量的过程 能产生一定的缓冲 从而能够有效减轻行人的伤害 好的非常感谢邓公专业的介绍 那么其实呢刚才我们给大家展示了三项非常重要的新能源汽车实验 但其实呢一个车从设计到量产要经历的实验次数是高达近百万次的 我们曾经呢中国人的汽车呀要送到国外去检测 符合外国人的标准 但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里进行汽车碰撞的实验的直播 也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品牌越来越强的自信和底气 正是由于这一代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 我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现在正在逐步的提升 并且开始逐渐的引领世界 好的两位主持人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丽娟 汽车检测实验体系和制造法则的不断提升啊 是对我们安全的保驾护航 更是为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驾护航 谢谢丽娟带来的报道 谢谢 谢谢 直播整车碰撞啊 真的是直呼一句重庆话根子 当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我们重庆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的硬核实力 随着新能源汽车在国内的迅猛发展 重庆依托强大的汽车产业基础 在新能源汽车的赛道上成绩亮眼 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配套体系 特别是核心关键的零部件的生产和创新 在行业内也实现了不少的技术突破 那今天呢 我们来聚焦一种新能源汽车上的关键部件 增程器 当电池电量低于我们的设定值时 增程器呢就会启动 通过燃油发电来驱动电机 同时多余电量给电池充电 这就缓解了纯电车的充电焦率 因此增程式新能源汽车 在目前国内市场上广受欢迎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西部汽车之城的硬核实力 100多公斤的铜线卷被装入自动化生产线 每1.8秒可成型一根铜线 机械臂把288根铜线准确插入发电机定值铁芯 同时进行线头切平与激光焊操作 控制器组装在另一条自动化产线同步建型 它的草满率也远高于铜红 然后从体积下它的功率密度 要会高10%左右 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 全自动刷线的一个工艺 经过上百道自动化工序 组装好的发电机和控制器 被运送到下一个工厂 自动化刘斐线快速组装出一台台热机 热机电机控制器在总装线完成封装和测试 增程器便来到下一站超级工厂 通过全自动传送带增程器 电驱前悬挂进行前部合成安装 然后和后部总成一起 被安装到车体内部 通过机器人装配 AI智能检测 整车可靠性测试等一系列工序流程 一辆全新的新能源汽车便成功下线 3000多台机器人智能协同动作 13个和整车相关的关键工具 百分之百实现了全自动装配 全程采用AI智能监测系统和数字软身系统 实现全流程的质量监控 这就是一台增程器的旅程 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重庆汽车产量 全国各城市第一 新能源汽车对重庆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百分之五十九点七 但这只是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开始 高新区车路云智能网联汽车事弹区内 上百风雨的线路 云控基础平台 九大生态共建网联应用平台 车路云协同的技术正在步步向前 真正的无人驾驶就在眼前 目前重庆正在加快打造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那什么是33618呢 其中第一个三就是我们今天台面上的这三样东西 一个是以笔记本电脑产业为代表的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 一个是新能源汽车 还有一个是先进材料 今天为大家展示的是手机屏幕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三个宝贝 是分别支撑起了重庆三大万亿级主导产业 而33618中的第二个三就是智能装备及智能制造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软件信息服务等三个5000亿级支柱产业 而618就是六大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和18个新兴产业 如今重庆正在大力发展的空天信息产业 就是这18个新兴产业当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围绕北斗系统赋能发展新制生产力 一批应用场景和技术陆续实施 让远在天边的北斗走向新兴产业和大众生活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总台记者夏思维 一起到重庆体验方向感满满的北斗生活 欢迎来到山城重庆 在我身后就是解放碑地下环道的一处入口 作为国内首个超大繁华中心城区地下环道 这里面的路况堪比迷宫 百文不如一见 来跟着我们乘车进去一探究竟 整个地下环道将解放碑核心双圈的地下空间 连为一体 地下环道内设有红绿灯 单向双车道 以及四通八达的出入口 地下环道最大高度差近60米 总长度约7.5千米 串联解放碑周边商场写字楼 近20个地下停车场 超1万个车位 可以说这里是山城八地魔幻地形建筑的 又一典型代表 以往车辆开进这里导航经常失灵 即便是重庆出租车司机 也对这一路段头疼 如今随着5G加北斗室内导航系统的运用 80余套基站500多个天线 让车辆在地下环道内畅行无阻 快捷抵达目的地 北斗系统的运用 让这里日军通行车辆提升近6倍 未来随着这一系统持续完善 将精准引导车辆寻找地下停车位 真正实现5G加北斗 驾车放心走 断地飞天 现在我们来到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 龙兴通用机场 现在我身旁的这架飞机已经准备完毕了 马上就要起飞 出发 这里地处重庆市中心城区 可以提供飞行体验 短途运输和飞行培训等多种飞行服务 好 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地面 开启鸟看视角 当多架飞机同时在同一空域飞行时 那么空中交通管理员就要进行交通指挥 而交通指挥的依据就来自北斗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北斗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首先飞机上安装的卫星接收机 会和北斗卫星进行实时通信 由北斗卫星告诉飞机 你在哪 从哪来 往哪去 相关的信息经过机载设备编码解算后 就会变成高度 速度 航向等数据 传输显示在塔台的屏幕上 工作人员就可以细分空域环境 实现低空飞行区域 广格化 立体化管理 而这也是未来进一步推动空域开放 助力低空经济加速腾飞的重要基础 从地下导航到低空飞行 从工厂物流调度到汽车北斗智能座舱 再到三峡地质掩体位移毫米级监测 在重庆8.24万平方千米的山水之间 北斗系统正在发挥日益广泛而巨大的效能 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赋能发展新制生产力等 重庆正加快实施以北斗为代表的 16个空天信息大跨度综合应用场景 依托完整的工业门内和良好的软件生态 重庆已初步形成卫星 火箭 以及高端金属材料等空天信息产业链 聚集中端制造 系统集成 及运营服务等上下游企业超过了100家 正加快实现从应用北斗 到赋能北斗的突破性跨越 就在这个月 国内首个由地方政府组建的 空天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 在重庆设立 20多位空天信息领域的院士和企业家 将共同助力重庆加快打造 北斗规模应用先行区 和空天信息产业新高地 用三年时间力争形成 千亿级空天信息产业集群 在我的心里呢 重庆是一座与众不同 风味独具的城市 高低错落的房屋 两江四岸的灯火 满街飘香的麻辣火锅 还有出门就有的地铁站 见缝插绿的口袋公园 随处可见的烟火气 充满乡愁又舒适方便的老社区 我相信如果大家去了重庆 一定舍不得离开 我听出来了 这是滔滔不绝 如属家镇 了如智障 张涛 我知道 你是在重庆工作生活过几年 所以对这些美好之处 都特别地了解我重庆 没错 我在重庆工作生活了 七年的时间 这一次呢 也借采访的机会 回了一趟重庆 重庆的变化真的非常大 这一组短片是冒着40度的高温拍摄的 还带着热乎气 让你一同去看一看 好 跟着张涛的脚步 咱们去转一转 老伴 来吧 玩赞面 干点 重庆人的一天 往往是从一碗小面开起的 麻辣鲜香 劲道爽口 让人非常留恋 回想起 我曾经在重庆生活工作的七年时光 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 一直影响着我 我的职业生涯 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重庆人的好身材怎么来的 这么爬出来的呀 没有爬不完的梯 没有过不了的坎 走到那点 都必须真重庆化 那点叫十八梯 它连同着重庆的上下城 也见证了重庆人 在艰苦环境里头的 勤劳和平补 当年我也曾经走过那点 怎么能形容那个时候的情景呢 反正航行里头 到处都是横起苏巴的两衣杆 老口上也是盆根筹节的电线杆 吃饭的时候来到那点 你都能够看得起那些改方邻居们 无头吃的是啥罪 因为梁梁们都会蹲到梯坎边上 用横行里头的水龙腿来吸采 今天在做到那点 几乎都有点忍不出来了 又任入职 伤福伶俐 三层的尾袋还在 但老该孩已经缓然一新了 这次回来 让我惊喜的变化 确实很大 重庆最美天际线 不会让你失望 是不是很难想象 在高耸入云的69层高楼楼顶 还有这样一个让游客打卡的平台 别说 来这里观光的游客还真不少呢 云端经济 正在让重庆的老高楼 绽放新活力 当然 重庆老城的变化 绝不仅仅局限在这里 重庆有很多繁华的商圈 但是往往毗邻繁华商圈的旁边 也许就挤不路 就是一些老旧的小区 就比方说 现在我所在的民主村 它曾经呢 是这个样子的 现在的民主村长这样 街道整洁 业态升级 活力满满 我们自己要吗 我以为到那边就结束了 结果这一排满满荡荡 全是各种各样的吃的 全是我爱吃的家乡菜 走吧 来来 这这这 你做前头 我们居民啊都是 儿子媳妇回来都不开饭了 都在这儿来吃 方便得很 从楼上以下来 就可以直接吃 而且那些饭菜味道都很好 曾经的老旧居民区 经过改造 既保留了历史记忆和特色风貌 又融入了现代的设计 更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而像这样 让老底子焕发新生的变化 在重庆的街巷里 还藏着不少 毗邻火爆的观音桥 步行街的旁边呢 是一条小众 且文艺感满满的街区 叫做北仓 这是由曾经的重庆纺织厂 改造而来的一条文创街区 来到这里 你会觉得时光就慢了下来 这里的每一间店铺 都是创意和创造的结合 每一部足迹 都是文化和意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既有这种安逸巴士的烟火器 又是一个很魔幻 浪漫 立体的现代都市 有被张涛安利岛 干净去刷一趟 咬不要的马 咬的马 其实这些年重新吸引了广大游客 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去到那里扎根生活 当然还有不少的外国友人也爱上了那里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媒体人 看一看他眼中的重庆到底是什么样的 亚历克斯来自加拿大 多年前一次参加广交会的机会 让亚历克斯爱上了中国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和博主 在社交账号上分享在中国的见闻 成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也让他收获了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 亚历克斯把家安在了重庆这些年来 重庆独特的山心地貌和城市风光让他深深着迷 如今除了通过录制电视节目 除了亚历克斯世界介绍重庆之外 亚历克斯也和在重庆本地人时的朋友 一起创作视频 星际穿越 直着陆重庆 把他眼中炫酷的山城发展展示给世界 重庆与我国其他几个直辖市最大的不同 就是大都市带大农村带大山区大库去 那领略了重庆的都市生活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重庆 让他带我们走进重庆的大农村大山区 看看巴鱼和美乡村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重庆 哇 穿上民族服饰了 重庆现在是在哪里 带我们去看看 好的 主持人 我现在就是在重庆有阳的金丝南村 这里是一个土家族聚居的村子 所以您看 我今天也是特意穿了一身 当地的传统民族服饰 那在我身旁 现在村民们就正在这里跳 土家族的传统舞蹈 白手舞 那这也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们告诉我 每当村子里游客多的时候 大家就会在这儿跳白手舞 来欢迎远方而来的客人 那我在村子里发现 这里吸引游客的 除了当地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之外 还有当地最有特色的金丝南木 金丝南木可是一种非常名贵的木材 就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 方圆一公里之内就有上千棵金丝南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身旁就有一棵庞然大物 那我一个人根本就抱不过来 那到底多久才能长这么大呢 当地的林业部门鉴定 这棵树的年龄是已经有1300多岁了 那像这样的千年金丝南古树 在我周围就有8棵 其中年纪最大的是有3000多岁了 那这在全国都是相当罕见的 所以也有很多游客 慕名而来前来观赏 那我注意到这里除了古树 在树下还有一块牌子 您看上面写的是 如有盗法者 罚钱500调 那老乡告诉我 这是根据他们祖上传下来的 一块石碑复刻的 古人在这儿立悲而逝 如今他们也是世代地遵循着祖训 保护古树 您别看现在的金丝南村这么热闹 但您能想到吗 其实这里也曾深受贫困的束缚 就在十年前 这个村子的贫困发生率还有24% 后来在国家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助力下 这几年村里的基础设施 和村民的居住条件 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地也开始谋划着利用古树资源 来打造观光旅游产业 带动村民致富 如今这里已经是从一个市级贫困村 变成了一个4A级景区 您看 曾经因为山洪等各种原因 被深埋地下的金丝南木 现在也是被摆在了景区门口 游客一进来 就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 和一颗颗千年古树 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可以说如今村子变美了 村民也是摇身一变成了股东 现在整个景区收入的80% 都分给了村民 这两天就有老乡告诉我 去年他们分得多的一户 能有一两万 少的也有好几千 可以说现在的金丝南村 还正在对景区精雕细琢 打造更多的游览点 在这儿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再过不久 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就要开通了 到时候从重庆主城到这儿的时间 将缩短一个小时左右 不仅遍历了遍地的游客 那么湖南 湖北贵州等地的游客 也能更加方便地来这儿参观游览 我相信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 共同努力下 大家生活也一定会越过越好 好的 主持人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时间交还给远博士 谢谢重庆 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就是阔布新征程的生动写照 中国是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997年重庆直辖 经济发展开始迈入快车道 但作为传统的重工业城市 重庆当时的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美丽重庆建设全面展开 如今重庆的天更蓝 水更绿 空气更加清新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去感受 重庆这个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生态美丽 众一棵树 增一片绿 接二十年来 重庆在群山斗崖间植绿 在长江两岸造林 亦将避水两岸青山 重庆的森林覆盖率 从1999年的23.1% 升到如今的55.06% 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 双双大幅下降 长江乌山断培石断面 是长江流经重庆的最后一道关卡 这里的水质 从2016年的三类 连续七年稳定在二类以上 不仅是培石 截至2023年 长江干流重庆段 74个国控断面水质 已全部达到优良 作为工业重镇 曾经重庆的酸鱼 浓雾 看得见闻得到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不到全年一半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节能降号减排 二十多年过去 蓝天白云更多替代了 曾经雾蒙蒙的天空 截至2023年 重庆空气优良天数 连续四年 稳定在320天以上 如今 重庆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画卷正徐许展开 到去年底 这里国家级绿色工厂 已达133家 国家级绿色园区12个 绿色园区产值 在工业总产值的占比 超过73% 低碳城市建设成效 居中西部首位 眼下 从河美乡村到宜居之城 从鸟与花香到推创建绿 重庆 郑劳纪 习近平总书记 主托 全力助劳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大力建设 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让青山永续 绿水缠流 观众朋友 今天的共和国巡礼 我们看到了 一成千面的重庆 日新月异的重庆 欣欣向荣的重庆 西部领先 全国近位的重庆 今天的重庆 正奋力打造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重要战略支点 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在推进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中 发挥支撑作用 在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中 发挥带动作用 在推进 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中 发挥示范作用 让我们一同期待 这座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 更加美好的明天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特别节目 明天上午 我们将走进 多彩贵州 看75年里 前山秀水间的 沧桑巨变 欢迎您继续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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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感谢您